最近,你有没有感觉到经常身体乏力?上个楼梯走了没两步就气喘吁吁,明明一天都没怎么动却全身无力。 那么这种经常感觉全身乏力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? 一、睡眠状况,经常熬夜睡眠不足,的人,很容易感到全身乏力。 这是身体没有没有得到充分休息的体现,人在睡眠的时候是人体器官修复的过程。 这个修复就是为了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的工作和学习,所以熬夜会影响人,第二天工作的精神状态,身体乏力的现象,自然也会经常出现。 除了熬夜之外,失眠和长期服用安眠药,会导致人体的内分泌紊乱,从而导致身体经常乏力。 二、不良的生活习惯的影响。 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,可以让你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,而一个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就可能毁掉你的身体。 经常感到全身乏力,有可能就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导致的,比如长期喝酒抽烟,或者是不吃饭减肥。 这些影响健康的生活方式,都有可能导致全身乏力。 以上大概就是经常感到全身乏力的原因。 那么我们经常感到全身乏力,那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呢? 一、首先我要说的就是大家应该注意休息,早睡早起不熬夜,保持充足的睡眠,身体才能得到更好的修养。 修养好了身体第二天,才能够更好的工作和学习,才能够有更好的精神状态,身体也就不会经常出现全身乏力的症状。 二、加强体育锻炼,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,人们对物质的追求欲望又越来越强,所以人们的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。 像老人的医药费和孩子的抚养费与食费都压得然喘不过气,从而引起体育锻炼的缺乏,但是不管你的工作如何的忙,你每天也要抽出一个小时去锻炼锻炼身体,不一定要去练运动。 可以和家人散散步又锻炼身体,也可以加深和家人的亲情。 实在没空的话,可以在家里摆上瑜伽便做做拉伸运动。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找一些锻炼身体的软件,里面的可乘又简单时间又短,而且锻炼效果又好。 三,注意自己的饮食,也是要清淡,少吃些辣油腻的东西,定期进行身体检查。 检查之后依据医生的医嘱,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要尤其的注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点击啊。 谢谢观看